有可能就是說他的論文案在這次被成為這個檢討的一個原因 那你之前也跟老師倒過錢 那這次好像是大家覺得說 是不是老師在這一次如果有個表態對黨會比較好一點的 我想老師心裡苦但老師不說 就是老師也知道說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但是一切也要聽從相關的團隊的一起的安排 所以我想這個現在不是個人主義的時候 而是團進團出 昨天好像受訪的時候有特別提到說 那個陳明通的部分然後似乎下台這種 對因為昨天受訪的時候 當然我講的是說針對整個內閣改組應該很快 那因為後來看到新聞標題是說 我說陳明通很快會下台 那我覺得這個標題跟我原本的語意是不符的 那陳明通是我的老師也是我的恩師 那他的學生也一向非常的關懷也非常的疼愛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對於老師是非常不敬也非常抱歉 所以我昨天因為我剛剛爬腳了所以比較喘 我昨天特別在臉書上就是公開的道歉 那向陳明通老師道歉 那我覺得做為一個學生說實話 這樣子的新聞報道我看了也是覺得 看了非常的難過啦 就是老師真的是一向對學生都非常的好 所以我昨天特別用臉書還有也希望媒體幫我向老師道歉 然後也希望我好好照顧自己 那我也是就是特別跟老師抱歉 其實我覺得吳怡農到現在的這個選戰的打法都還蠻正面 而且就是跟傳統的選戰手法不一樣 那我覺得他想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大家也都有看到他的努力 所以我覺得吳怡農其實他學經歷形象各方面條件都很好 所以我對他是很有信心 那對於整個民進黨在這次辦選之後的檢討 我相信也是如火如荼的正在進行中 那外界也有很多期待也希望我們改革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不管是長主席 或者是整個內閣的改組 其實我的意思就是說這個會非常的快 讓大家能夠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人怎麼可以因為你昨天講完那些話 然後網友就有一些留言 就請你希望你能夠閉嘴不要再說了 總是我覺得這個媒體記者也不會讓我閉嘴啦 所以我也是就是盡量努力啦 但是我是覺得說有時候總是大家也想聽聽看其他的想法 那我們當然有時候也很容易就是講話 可能比較讓別人不開心或者是容易得罪人 這部分我們也會深切的檢討 你覺得內閣改組裡面 你覺得老師他會是在這個名單中嗎 因為我覺得整個內閣的改組可能會做一個全新的思考 那畢竟大家也期待說有一個新的氣象 所以我是覺得整個內閣改組應該會 就是一起全盤的考量 不過現在那個檢訣還有抓出就是 神明通的學生的論文有九胞胎啦 就是一與九失那委員這部分會怎麼看 因為我覺得老師當然對學生都非常的關愛啦 非常的包容喔 但是有時候其實學生也要自己對自己負責啦 就是說老師可能給你一個參考的方向 但是最後還是要靠自己完成整個論文的協作 所以如果把責任全部都歸咎到老師身上 其實也不公平 那我覺得這件事當然社會也自有公平 那委員怎麼看因為昨天小英找那個財經內閣開會嘛 但是李童應該是沒有提到十倍券 那您自己對十倍券的看法是什麼 因為十倍券說實話如果真的要發的話 要編預算將近兩千三百億 那如果真的還要印製的話 以上次五倍券至少行政費用就花了二十幾億喔 那這樣子的一個預算成本其實真的非常的高 那加上行政流程還有立法院的審議等等喔 其實可能根本無法在過年前完成 那除非是發現金喔 但是有沒有這樣的預算 立法院能不能通過 又是另一回事 但是我覺得政府確實要考量喔 因為疫情的關係有很多的家庭 經濟上確實是陷於困難 那如何去幫助這些 經濟陷於困難的這些家庭 渡過難關 渡過年節喔 這個我覺得要有多一點的關懷的方案 來協助他們 這個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覺得政府在這方面 可能要多努力 這部分喔 我也說明過囉 其實就是有不同的聲音 那我自己所聽到的我這邊的民意 或者是有很多支持者 他們也希望我能夠繼續留在民進黨裡面勇敢的發聲 然後有不一樣的聲音 那我覺得無論如何 大家都是希望民進黨更好 那可是可能方向不一樣 那如何尋找出共識 然後一起努力 這個就是未來民進黨改革的重點 所以不會擔心兩年後的港獨立委的選 我覺得就是把自己做好就好 其實什麼事情都不用想太多 就是每一天都把每一天過得好 這樣最重要 也希望大家都把日子過好好嗎 那我們講一下 昨天是不是有接到這個匪惑的電話 對 因為我當時都在外面跑行程 那麼我們的助理就跟我反應 大概在昨天下午3點多鐘的時候 那麼我們的辦公室有接到一通電話 那那個電話呢 裡面就是後來我們聽到錄音檔事上 它確實是一個威脅恐嚇 那大致的內容就是說 如果我一直講黑道的話 那麼我們會開槍喔這樣子 那跟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我想之前我有在臉書上有提過 因為在之前我們辦公室曾經接到過 類似的一個恐嚇威脅的電話 因為當時我們有報案 那因為我們當時沒有錄音 所以其實造成警方他們整個辦案的困難度 那所以後來我就告訴我們的助理喔 說如果未來辦公室有接到類似這種恐嚇威脅的電話的時候呢 就是盡量來錄音 那所以昨天我們的助理也非常的解決性很高 當他聽到這樣的一個恐嚇電話的時候 他就啟動了他的那個手機 用手機來錄音 那會不會覺得說 因為政府現在可是我現在說要掃皮 那如果真的要掃皮 就先抓出幕後的主謀開始 而且現在感覺上好像真的是逼到直播 我必須強調就是說 所以因為我昨天一直在跑行程 那我就跟我助理說 我說我會親自去報案 那我們為什麼立刻報案 就是說我們不能夠縱容這樣的一個威脅恐嚇的行為 那麼所以也拜託警方能夠競速的 能夠找到是什麼人做的 然後幕後有沒有人主使 所以我覺得今天我們要 大家一起就是要阻止 黑道這樣子的猖獗 那麼黑道治國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要靠我們大家的力量 你幫我加強對你人情完全的保護嗎 我很老實的跟大家說 我昨天我們的辦公室就幫我申請了隨戶 其實大家也知道其實我參選過很多次 我從來沒有申請過隨戶 那麼即使之前比如說有些選舉 像我們在這一次的議員選舉之前 我們的分局長也有來詢問過我說 要不要申請隨戶 那我都說我都謝絕 但是這一次因為我也有必要去保護我的團隊 所以昨天團隊商量之後 所以他們幫我申請隨戶 我想問一下就是說因為你剛才說不是第一次 那上一次大概是什麼時候 上一次應該是九月份 也是在選舉期間 對 那你會覺得說是不是你講了哪一句話 或是特別指到誰 然後有觸怒到後面 我目前不敢確定 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覺得我應該要有的責任就是我們立刻報案 立刻請警方來偵查 那麼至於到底是哪一件事情 或者是我說了什麼話 那因為我沒有任何的證據 所以在這邊也只能拜託警方立刻的偵辦 能夠趕快找到是什麼人做的 我剛才就報告是因為我們之前我們拜託是有接過 所以當時我就說只要接到這樣的電話 不要太緊張或怎麼樣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用錄音的方式 因為就是我剛才跟大家講就是說 因為之前有類似的這個狀況 那麼警方因為沒有錄音檔 那而且我們現在一個狀況就是比較麻煩 警方有跟我說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透過議會的主機進來的 所以他不會顯示他的來電 那麼大家也知道這個議會一天經過主機 然後轉到各辦公室非常非常多電話 所以他們就會增加他警方辦案的這樣的一個難度 所以我們當時就跟我們的助理說 只要接到電話趕快去錄音這樣子 所以我們昨天助理也算是因為有 我剛才講就是因為上一次是九月份 所以他就立刻先用他的手機來錄音 第一時間聽到開槍這個字也會有點害怕 我是會擔心 那麼我剛才也講 我也有我的責任去保護我們的團隊 所以我覺得還是小心為上